昆誠議員他不只是幫地方做很多建設 其實他也是打猴大將欸 打猴大將就在這邊 沒沒沒 昆誠哥才是帶領我們向前衝 那時候他是資深的議員 我們在議會裡面就有很多的工坊 就希望這個猴市長可以好好做事 我看你也是算是跨兩屆啦 等於你也認識這個朱立倫市長 也認識侯宜市長 你覺得他們兩個就有什麼不一樣 那你就侯友宜這樣的人適合選總統嗎 侯友宜好了 老實講 我覺得韓國瑜講了一句話還蠻對 要不要做自己 他現在就是沒有做自己 就是說他當市長的時候 其實他為什麼民調這麼高 就是說他其實對於 跟他意見不一樣的議員 其實都還算還算不錯 就是說他比較不會去分藍綠 他分藍綠之後就是 開始要選總統之後 然後說他剛剛當市長沒多久 就是說我們那時候跟他講了一些建議 他其實聽進去會去做的這種機會 比朱立倫還多 其實朱立倫是分得更清楚 真的啊 他其實沒有分那麼清楚 但是他剛當市長沒多久的時候 所以他那時候你看 府會關係還不錯 然後呢他的施政滿意度也算高 然後他又跟國民黨保持一定的界限 都沒有跟國民黨的 黨內的事情有太接近 所以他那時候其實 民意的支持度算高 我們那時候其實大部分都是在問他市政的問題居多 就是當他後來慢慢顯露出來說 他有想要這個 哇總統那個高位去爬的時候 那個落跑 有的野心出現的時候 對 我們就開始問他一些 不是只有市政問題 就國政問題就問他嘛 我們那時候就問他說什麼 軍機軍艦老台的問題啊 他就是閃躲 那個問題很經典耶 因為網路上都在討論 他就是說軍機軍艦 他就飛來飛去我問他 那要不要譴責 他就問你說是哪一國的軍機軍艦 他就跟你講是中國啦 那我說你都不敢譴責嗎 他說中國 我去了解一下 你私底下再跟我講一下 我這個比較不懂 他就是裝傻啊 那其實他上次我也知道 只是說他不願意跟這個 中國那方面 打壞關係 對 打壞關係 所以他那時候他就不跟你回答 就是跟你裝傻 然後這個當市長裝傻可以嗎 你要選總統你就不能裝傻了